大家好 昨天讲述八宝山 北京八宝山前面的马路上 排了十里长街 全是黑色的宁车 里面全是装死人 等着排队的 排队去火化的 昨天说是三天四天 今天我看到有人在那里放了视频 那真的是很吓人 全是黑乌垃圾的宁车 排了好长好长的 有的人说你七天能排到就不错了 有人说要排十几天 那咋办呢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消息 说他爹北京去世了 然后他知道这会儿你把他送到八宝山去火化的话 送到火山上火化的话 根本就排不过来 所以他就想了一主意 就去把自己的爹的尸体呢 就先放到医院的库房里面 那是有冷气的嘛 是不是 冰冻起来嘛 然后等这波劲过去以后 然后再把一把火烧了 对吧 结果没想到打了十几个电话 每一个北京的医院 都是太平间冷冻室 全都是人满为患 错了 死人满为患 哎呦 蛮吓人的 真的蛮吓人的 真的蛮吓人的 所以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这些反华媒体 也不是一个东西啊 开始报道了 真的 报道什么呢 自由亚洲电台 说这个北京疫情肆虐 北京中医大学东方医院员工发消息说 殡仪馆火化遗体至少要等五到七天 说这个八宝山区顺义等多家殡仪馆人员对本台说 尸体火化奴 不分昼夜的在运作 完了以后还说这个墓园的这个销售人员说 近期接到许多的查询 但是我现在可告诉全中国啊 墓地已经早就就卖光了啊 就这两天没有墓地了 你所以你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呃 你现在是没有殡仪馆帮你火化 完了以后是没有医院的帮你保持这个身体 最后你即便你搞完了以后 你也没有一个地儿 你把它买了 你买不到墓地 是不是 中国人都特别重视墓地啊 呃 我们脑子 我们家有几个亲戚啊 完了以后平时呢 脑人在的时候呢 对脑人一点都不好 因为一死了以后 张灵结彩 大半葬你啊 完了以后 又兄弟姐妹呢 一个人攒了一笔钱 去买一块地 去修墓 建碑 没少花钱 我问他你花了多少钱呢 怎么着也要花一二十万块钱 买个地儿要十来万块钱 然后呢 风水要好不好 请风水师看一看 然后以后呢 还要泥杯 是吧 还要这个造一造 墙口还要请人吃饭什么的 各种 大概要花一二十万块钱 不到二十万块钱 我说你呀真有钱 你把这一二十万块钱 你在你你妈活着的时候 让她的日子过好点 那岂不是很好 那中国人就这样 是吧 所以现在很有意思的啊 这期也是想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就是中国现在 因为经济难大街的嘛 特别差 真的特别差 没有以前都叫支柱产业嘛 是吧 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 是吧 就这么说话的呀 还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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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那个的都是支柱产业 但是现在房地产难大街了呀 房子没人要啊 怎么办呢 他们说最近中共在别大招 首先是憋了一个核酸产业 是吧 先是打疫苗 赚了一拨钱 完了以后搞核酸 又赚了一拨钱 这都叫支柱产业 细胞子为什么要搞核酸 我告诉你就是想赚钱 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收入 他必须搞这个东西 我说过无数次 核酸产业或者是疫苗产业 它有两个东西 第一的是什么呢 它可以把政府的养老金把它挪过来转移支付 不要啊 它可以挪过来 第二是什么呢 它可以向老百姓直接收钱 它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政府的养老金 社会社保基金 甚至财政干脆去直接拨款 让你打疫苗 让你搞核酸 他们说有人 有几个公司 说有十几个股东 现在要上市了 就干什么呢 就是就是卖那个小市馆 搞核酸 不是有个馆子吗 玻璃馆吗 就卖这么一个东西 赚了好多钱 赚了几百亿 现在要上市了 说现在查他的账 还有两亿五千万的这个印收款呢 爽死了都 它是这样子 结果没想到包子迪的核酸产业突然叫停了 这个就麻烦了呀 所以包子迪肯定是遇到特别大的事情 为什么要叫停呢 肯定是遇到天大的事情 或者是肯定是被人骗了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待会再说啊 我们就想说这个中国这边呢 它这个核酸产业搞不下去以后 它真的没有所谓的支柱产业了 这会儿又在琢磨着 说要把这个墓地 房地产开发要转型 是吧 要聪明 要发现一片商业的什么什么男孩 是吧 不要老是跟着红孩子 既然房子没人买 我就不信你墓地没人要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地方这个死人死那么多 完了以后殡仪馆忙不过来 完了以后医院的这个停尸房也忙不过来 在国内可以说的啊 这些事说的不要不要的 都可以转载 都可以发视频 都可以讨论 为什么呀 土工憋大招呢 要创建一个崭新的一个生意啊 这个生意就是什么 就是卖墓地 你不能讲卖墓地啊 这个墓地这个事 它不高到上了 叫做什么 新型房地产开发 因为墓地它也是个房子吧 人是死人住的嘛 准确的说就是墓地开发 你不能说墓地 叫房地产开发要转型 不要老是建那些高路大厦 是吧 墓地产墓地也是墓地有两个方面 第一 要土地 是吧 以前我们在中国采访那些个房地产商人的时候 有一个老杨跟我说的 房地产商人80%是要搞到土地 没有土地是不行的 20%是怎么盖房子 他举了一个笔 打了一个比方 他说房地产开发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一个生产鞋的人 鞋底是最重要的是吧 上面的鞋帮子啊 什么布啊 皮啊 那个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鞋底 你没有底 你怎么去造鞋呢 是吧 房地产开发就是最重要的 80%是造地 所以现在这个墓地 墓地嘛 是吧 那首先是地 然后才是墓 所以他有两种生意 而且特别好 第一是卖地 第二是什么 在中国要创建一系列的 非常高级的 叫做墓地设计师 以前都叫房地产 什么设计公司 或者是装修公司 现在是墓地设计师 新型产业 叫房地产开发要转型 要走向新时代 走向西包子 中国特色 特别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这个东西真是 你觉得很荒诞啊 我们以前在看了一个电影是葛优衍的 叫什么来着 不见不散 还是叫什么 我都忘了啊 反正细节我记得 葛优衍的一哥们儿在美国 也不知道他干嘛 住在一个破的汽车里面 开着更破的汽车 到处每天跑 一会儿卖保险呢 是吧 一会儿又又又给人做这个新领导师来搞各种各样的事 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牛逼哄哄的这么一个职业 叫什么 就是卖墓地 成功的跟很多个死人把墓地给卖出去了 穿点西装 还搞得人模人样的 人只有在穷风的时候 才会想到去 做这个墓地的营销师 国家只有在穷风的时候 才打死人的主义 这个话是特别特别经典的 苏老师说出来了 一个国家穷风了 就开始打死人的主义 现在这个殡仪馆 医院的停尸房 墓地成为中共最火的 一条龙的产业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应该崭新的时代 叫墓地开发商 所以以后有新的职业 在中国有一批的 像当年葛威老师一样 在美国有这样的职业 叫墓地营销员 或者叫墓地叫服务商 以后都要有职称的 真的一种新兴的职业 在中华大地腾空而起 为什么这么好玩呢 为什么这么搞笑呢 这真的吧 这不是我造谣的吧 一点都不造谣 所以你去听那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中国目前所有的目的都已经卖光了 你要想买到一块新的墓地 首先是贵 第二是你贵也没有 政府必须要赶紧批力 赶紧开会 叫做什么 尽快的推出中国最高级的墓地 把很多公园都把它回来 买人算了 说习主席对此很重视 红二代文风而动 各种赚钱的高手 一个一个的新成立的公司 叫新型房地产开发公司 卖墓地 为什么呀 经济不行 没有支柱产业的 我们说我不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好不好 首先看公司 有没有一批优秀的公司 其次有没有一批很清晰的产业 而且产业这个东西 它一定是自发秩序 就是自己形成的 不是你政府培养的 政府的产业政策是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政府你无法设计 无法预测你究竟一个什么东西 你让所有的消费者愿意买单 这是一个设计到每个消费者的主观偏好的事情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真正的优秀的产业都是自发秩序 这个目的这个东西是个自发秩序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个个都要死 现在又是死人的高峰期 每个人都想有一块地 卖块木地 孝顺恼人 是不是 很有意思的 所以习主席很重视 亲自开会研究中国房地产转型 要培养一系列 全世界最优秀的目的开发商 就是因为没钱 所以最近这个国内也出了大事了 说这个网易新闻做了一个巨牛逼的报道 与这个目的有关 他是从目的这个事情 就买不到目的这个事情开始出发的 最后就写出了一段非常惊人的话 怎么写的呢 凡是称为领袖的 皆是人民的敌人 凡是高喊人民至上的 都是他妈在变着法 强奸人民 这是网易新闻的 中国的媒体写出来的 我们知道习包子最喜欢喊的一个字 就是打江山做江山 人民就是江山 江山就是人民 完了以后任何时候 你们都要记住 人民至上 所以说凡是称为领袖的 皆是人民的敌人 那现在谁是领袖 就是习包子领袖 凡是高喊人民至上的 都是在变着法 强奸人民 所以强奸无处不在 你活着的时候 习包子强奸你 你死了以后 习包子还要强奸你 真的 所以现在为什么 中国的有些人 他绷不住的 老百姓要上街 还真不是说 突然就是不是变得勇敢了 是真的是受够了 真的是 现在有一种很巨大的口号声 很简单 三个字受够了 没有工作 没有饭吃 怎么办 是不是 现在又在死人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经济 烂大街 烂的不行 所以我们说这些个段子 说这些个故事 其实说着说着 其实心里 其实是有点难过的 真的 真的是 当然也是一个商机了 如果你人在中国 你想赚钱 这是个好机会 当然有土地批发这个东西 只要有土地市场出现 他一定是首先是官商勾结 政府没人 你搞不定 是吧 所以是一个大生意 土工国目的开发 陈芝助产业 经济难大街 国内媒体罕见称 你就是人民的敌人 是吧 高喊人民至上的 就是在强奸人民 好玩 很热闹 谢谢